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我是老掌柜 今天我们要实作的项目 是斗石游戏懒人包的安装 如果您是一位古灰级的玩家 那这懒人包中的内容 将会勾起您那段 中文游戏草创时期的美好回忆 从轩辕剑到金庸群侠传 从天使的武后到铜集生 到而今只需要几个简单的步骤 就可以让我们回到那段流经岁月 那首先请各位同学进行档案的下载 档案下载位置我们会留在影片说明区之中 这次我们所要下载的档案有五个 其中解压缩密码这个档案 记录着懒人包的密码 Local Emulator是我们等一下 要进行字码转换的时候 所需要使用到的辅助工具 剩下来的三个压缩档案 就是我们懒人包的主体 那由于这一次懒人包的压缩格式是7Z 所以请各位同学使用7Z来解压缩 以避免发生不必要的错误 档案都下载完毕之后 请各位同学直接进行懒人包的解压缩 解压缩完成之后 我们会得到一个豆死的资料夹 我们直接将资料夹开启 开启之后我们可以在档案列表中 找到DFEND这一个可执行档 那请各位同学直接点选 就可以开启我们模拟器的整个前端 模拟器前端开启之后 各位同学会发现 里面所记录的文字都是乱码 那是由于懒人包的发布作者 使用简体中文来编译这一套软体 而我们目前所使用的作业系统是繁体中文 在字马不相合的情况底下 就产生了文字无法辨识的情况 那接下来我们来进行字马编译错误的调整 请各位同学先关闭模拟器 我们回到档案下载的目录 在我们所下载的档案之中 有一个local emulator的压缩档 这里面包含着一个字马转换的工具程式 那请各位同学将local emulator 解压缩之后 执行 le install 的这个程式 就会进行安装精灵 只需简单的几个步骤 就可以将这套工具程式安装完毕 那由于我已经先行进行过安装 这边就不再陪各位同学重复做一次了 在local emu安装完成之后 我们再一次的开启豆时的资料夹 我们在可执行档的选项上面 点滑鼠右键 选择显示其他选项 这时的分页中 就会出现local emulator的选项 我们展开这个选项的指页面 选择修改此程式的设定 开启UI界面之后 请各位将文字设定成您所需要的文字 在这里我们选择简体 接下来我们点选储存 那接下来我们模拟器前端 就会顺利的开启 而文字显示的部分 就已经是正常的输出了 那接下来我们开启一款游戏 来进行测试 这里我选择金庸群侠转 好那我们游戏顺利的开启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利用滑鼠或键盘 来进行游戏选项的控制 好我们顺利进入游戏 而人物移动呢也都是正常的 那我们懒人包安装了作业 到此全部告一段落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内容 如果各位同学觉得本频道的影片 对于您怀旧游戏的旅途有所帮助 欢迎您加入赞助会员的行列 有了您的支持 本频道将走得更远更长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